OK 我說我先下跪 OK 5 可以了嗎 男子嘴上配合警方 但是他的行為讓人看不懂 你在幹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 你在這麼情緒暴躁 我都給你保護管束喔 情緒急動還動手碰圓警 原來男子喝醉了 下一秒開始失控 我跟你講 怎樣 我跟你講 你不要抱歉我 因為都了不起 想要大聲嗆警 但是這一名男子 連講話都會延遲 還不停跳針 我跟你講 接著 幹什麼啦 他徒手抓了圓警的手腕 還推胸口 男子被壓制在地 還在反抗 嘴上不饒人 更大罵圓警 是砸碎 這下尷尬了 酒後不要罵布亞自演 還動手 伯利是大人不忍了 直接將人壓制 但這名男子怎麼會鬧到 連警方都找上門 警方當時會接受報案 來到這一處名柴 是因為這名男子 他日前因為打掃的問題 跟妻子吵架 男子生氣的 從14樓丟了一箱垃圾 到一樓 差一點就雜中了民眾 因此被報警 男子人的尿布紙箱 將近一個水溝蓋大 裡面幾乎都是回收物 包含衣架紙杯 雖然沒有砸傷人 但是停在一樓的貨車 擋風玻璃被砸中 車床破裂 駕駛好無奈 而一審法官認定 男子入警 有害國家法際的尊嚴性 雖然他當下 已經跟當事的員警達成和解 但是考量他過去有酒駕的紀錄 人意妨害公務罪 判處拘役30天 一顆法金3萬元 藐視公權力的下場 可不是用喝醉就能裝蒜 農森新聞 招一姐呂家縣 新北報導